准备一个投影 但是我先要讲的东西 跟我的投影有点没关系 因为我今天听了各位的讨论之后 我自己觉得 大家的讨论里面 说我们在跟政府沟通的过程 就是好像这个能源政策 被技术官僚等等把持 那我觉得我们是不是缺乏了讨论说 到底这些所谓的专业 或是专家们 他们是真的有照他们应该有的伦理 在办事情吗 我们没有讨论学者的伦理 那当然 我过去是做了不少的研究 其实你从科学家的角度来看 科学的伦理是什么 就是你发表的东西 所有都是要可以被复制的 今天有人对你有意见的时候 你必须给人家所有你的资料 所有的过程 他可以复制才表示你的是对的 所以这是科学自己内部的伦理 所以公明公平公开透明 其实是科学家应有的伦理规范 那这些人到了外面来的时候 他还是科学家吗 其实这个是需要讨论的 这个在美国的物理学会 其实在这个二次大战之后 做了很多这样子有关 这个是科学家的讨论 就是到底你的科学家服务社会 你是服务给你钱的agent 还是服务社会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台湾没有这样的讨论 那我觉得假如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 不仅是在核电的部分 在环境影响评估在很多的地方 他假如都照他的专业伦理 可以发扬光大的话 那我们今天很多的问题就不见了 就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来开始讨论 到底科学家跟社会的 他是不是应该把他自己在专业上面的伦理 也应用到社会上来 而不是当他应用到社会的时候 只有考虑他自己的最佳利益 而不是社会的最佳利益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讨论 或许能够帮忙 这个我们在很多的科技的争议上面 或许有比较好的这个处理 那因为今天的题目呢 我的slide是这样的 因为今天题目是说 下一个辅导在哪里了 那当然了就看亚洲 亚洲现在有这个核电的国家 他就主要是日本、韩国、我们 那中国呢是开始起来了 不过中国的资讯我也不多 其实我有最多的就是台湾跟日本 那我觉得日本是非常有意思的 日本是唯一一个国家被两个原子弹炸过 那而且他是唯一的氢弹 summer nuclear bomb的受害者 大家比较不住 因为美国在南太平洋时报的时候 正好有个日本的这个捕鱼船 那他的这个渔民就受到这个辐射层的这个伤害 所以在50年代的时候 日本其实对于反核武 是有非常的激烈 那这样的国家为什么后来会发展 核电发展的这么厉害呢 这是我独来的了 他们其实我也觉得可能是对的 那日本人对科技是非常的向往 所以他们认为核电虽然受到核能的灾害 但是核电应该是未来一个科技 所以他们希望走在科技的尖端 他们不希望被left behind 所以他们很努力的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 也有一些媒体在做这样的鼓吹 所以在过去311事件之前 日本其实是似乎很清楚的区分民生跟武器 他们就是发展民生用的这个发电这样 那所以以前我们参加日本的这个反核团体的活动的时候 他们那个反核武的人是不跟我们来往的 因为他们觉得我们 他们觉得核能发电有必要 只是他们不反对核武 所以日本在311之前是全球第三大的这个核电 核能发电的国家 那这个我的 我以为我有了啦 其实应该主要的就是第二章的啦 其实日本跟韩国跟我们三个国家开始发展核电的开始是差不多的 时间是差不多 我们都在差不多1960年代初期 中期同时开始发展核能发电 那第二章 所以日本的发展呢 跟我们台湾完全不一样 日本是想要发展一个 complete这个full nuclear cycle 也就是说核能发电完了之后 然后他的核废料呢 就做呃再处理 就把中间的这个布拿出来 再跟剩下来还没有用完的呃呃呃柚 再去做燃料 然后呢就似乎可以生争不息生争不息 所以只要开始有一点点的呃柚 那他们就可以做 那问题是这样子 所以日本的整个的循环 他想做的呢是这些东西 做整个的循环 那但是呢真正成功的呢 我觉得啦 假如有错就请各位指正 他真正成功的是做这个reaction 那有一部分 做这个fuel的这个 做燃料的部分 呃也算成功 那其他的几个部分呢 呃呃这个 呃怎么讲 意外平平 所以其实他这个这个 核电的循环 他每一个东西几乎都做了 都已经在做 可是有的东西做了二三十年 到现在都还不成功 好 核废料的处理 fast reactor等等等等 但是呢 所以你假如注意的话 呃最近 所以他本来呢 在311之前呢 他的这个呃呃呃是说希望到2030年的时候 核电占8电的比例 从26%增加到50% 这是他这个energy的2010年的Basic Energy Plan 那之后呢 之后他就呃很混乱 就是311之后其实日本很混乱 在那个呃呃去年10月的时候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钢号公约的预备会议里面 其实日本政府还公开的支持核电可以成为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的一部分 那目前其实是被排除的 日本的這個代表還支持 所以每個人搭場下巴都要掉下來 然後最近他就宣布說 在2040年之前完全廢核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說 現在已經蓋的還要完成 所以這個似乎也不可能達到 然後除了核電、廚藝之外 可是在處理還有做核recycle等等都還繼續 就是他那個整個Nuclear循環 除了核能發電的部分停止之外 其他都還要繼續 那這也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事情 因為你要其他的部分 你假如不用核能發電 你用其他的部分要幹嘛 所以這也是被大家懷疑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廢核了 那當然其實南韓跟日本是蠻像的 那他的這個在這個三一之後 其實沒有做太多的改變 所以他預計到2020的時候 核電佔發電 不是佔所有能源 但發電的比例要到差不多三分之一 那當然他們在討論的時候 也有討論 minimum的核電跟maximum的核電 那假如minimum的核電就是所有的反應爐 到了40年就結束了 那那個時候以後就靠這個煤跟天然氣 不然的話就是maximum的這個核電呢 他會把這個發電的比例增加到40%這樣 那目前似乎還是照這個三分之一的比例 那我查了一下 其實韓國的資料好像得到 就說我自己了 拿到韓國資料比較不多 那韓國其實也有點像日本在做這個 fuel 的這個整個 cycle 所以他也有要做這個 fast grader 也要做這個 fabrication 等等 那本來日本跟韓國都要做核電的輸出 所以其實對日本人來講 那個2010的那個 basic plan 其實有受到韓國的刺激 因為那年的時候 韓國搶標成功 就搶到這個 賣一個核電廠給這個阿拉伯大公國 所以日本有受到刺激 所以日本的這個 basic plan 可能有受到它的影響 那我們呢 我們其實跟日韓發展完全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其實本來發展核電是要發展核武 當然有人懷疑南韓當初也是這樣 那不過呢 我們在1988年的時候 這個張憲義跑去美國之後呢 我們就說我們停止發展核武 那所以我們台灣到目前我們其他什麼東西都沒做 所以我們只有做核能發電這個部分 我們只有用核能發電啦 所以我們自己連核的反應機組啊 這些都沒有在做 雖然我們跟日本跟韓國都是同時開始發展 所以我們沒有積極的去發展其他部分 說不定也是一個好處啦 因為我們什麼其他東西都不必去擔心了 那日本呢 還有很多的這個高階核廢料啊等等等等 但是我們 我認為下一個福島呢 假如這三個國家比起來 台灣的機率會比較大 為什麼 第一個就是日本經過了這次災難之後呢 他至少現在只有兩個核電廠在run 那會不會再開其實是需要很多的角力 這個情況不明 那我覺得日本的業者這個時候也會非常的謹慎 那韓國大家知道最近才發生過一個醜聞嘛 就是CAPCO就是韓國的電力公司的這個Chair 最近辭職應該是今天吧 還是昨天辭職 因為發現韓國自己的電廠裡面裝了很多那個parts 是沒有經過正式的certificate 就是說有兩個電廠就關掉了 那似乎還有其他的在調查 所以我覺得至少目前這一陣子 韓國會非常的謹慎對於這些事情 當然韓國還想要出口 所以他假如自己出意外的話 我覺得他出口會受到影響 那剩下來是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最好笑的是說 我們很快的就說日本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很快的就說我們絕對不會發生 那可是講不出理由來說 我們有哪一點比日本好 好機組也很像 然後我們的規範 其實我們還沒有這樣的工業 我們也是地震帶等等 那最後講一個笑話 是這樣 我有一次前一陣子前上上禮拜去核四廠 那我們就有人問啊 這個核四廠的防震係數只有0.4G 那有人就問啊 2009年的時候 國旗義語電廠 受到一個6.3G的地震就這麼壞了 那國旗義語電廠的這個防震係數是0.6G 那我們說那0.4G夠嗎 台電的回答非常有意思 他說我們的0.4G呢 相當於日本人的0.8G 哈哈哈哈 真的他真的這樣講 那我們他就不知道該怎麼反應 然後就問當場問那個原子能委員會的黃慶東 他當主席 這樣子講有道理嗎 然後黃慶東居然這樣講說 我家養的雞跟你家養的雞是不一樣的雞 哈哈哈哈 那你認為我們台灣會比較安全嗎 所以我從我覺得整個的那個態度 跟對這件事情的嚴肅的程度 跟你的專業 其實我們台灣都跟人家差很多 所以我很擔心 我們台灣可能是下一個人 你知道嗎 各位報告到這裡 謝謝